今年是体育大年多项重磅的体坛盛会 包括欧洲杯奥运会等等接连开办 为国家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 会不会加剧负担呢 今早文献上有股市分析师及职业理财规划师 谭凯俊为我们分析体育经济 凯俊早安 早安 是凯俊我国准备在2027年就成办冬运会 你认为这是打开本地体育经济的契机吗 那我们要如何将赛事的逸出效应转化为经济热力 其实我国准备在2027年去承办冬运会 不过虽然冬运会对于社会或者是经济的影响力 可能会远远不如奥运会或者是其他的大型赛事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承办的成本控制好 的话其实还是有机会去打开本地的这个体育经济的这个契机的 因为其实当你在办着这一种大型的这一种体育项目来讲的话 你很大程度上会提高着我国在这个国际的这个知名度 然后你也可以提升 连带的提升到了我国的这个旅游业 让通过这一些赛事的这个契机去开发这个体育旅游的这个路线 吸引国内外的这一些游客的 所以在这一些角度来讲的话呢 回到另外一个成本的方面来讲的话呢 成本的这个控制将会是极为关键的东西 因为其实借鉴的很多其他国家 他们承办赛事的给出这种比较高的这个财政上的这种教训来讲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能要考量的东西就是避免去铺张浪费合规的去计划整个预算的这个成本 然后还要注重这个可持续性的这个发展 就是说呢可能你现在运用这一些新的场馆呢 这样子的一些设施 然后你是否可以运用这些场馆 在长期来运用它们 避免的可能在这个大型的区域项目过后 可能它就会进入了控制 然后你又要被比偿还这比较高的这个maintainance fee 是的凯俊 那在您看来呢 各国政府砸钱承办这种大型体育协市呢 是否能够大力的回本呢 其实对于很多国家他们砸钱来承办这种大型的区域赛事呢 是否能回本 其实这个问题的这个答案呢 其实往往都是比较偏向否定 如果我们从境界的不管是奥运会啊 或者是世界杯这样子的这种大型赛事来看的话 它肯定是可以带来一定程度的短期效应 经济效应 但是长远来说的话呢 可能比可能会来的比较多余力 因为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些比较 近年来比较著名的失败的一些案例呢 将会是好像巴西 像2014年他们承办了这个世界杯 在2016年里约的这个奥运会 所以因为他们其实花了超过了350亿美元 在承办两项大型的赛事 导致他们的这个债务呢 是积累了蛮多的 然后如果我们看回长远的那个经济效应呢 可能是没有在那里 然后他们还为此呢 付出了很高的这个维修的成本啊 这样子的一些问题给国家带来很沉重的这个负债 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呢 其实当国家他们决定要去做承办这样子大型的赛事 去做好那个预算其实是很重要的 然后你这样子你才可以make sure到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资源错配 因为其实你现在把这么多的资源投入进去体育的这个赛事吧 如果你把这种资源配去其他的一些行业来说的话呢 或者是一些更重要的领域是否你的这个回酬可以达到更多 所以这个是可能政府方面他们可以去考量的 然后其实本来也并不是说完完全全都是一些比较失败的案例啦 如果我们讲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 2010年的这个南非世界杯呢 其实总体来说 整体来说其实他们呢是长远的 为他们南非呢 塑造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旅游的这个形象了 所以也长期呢 为他们带来了更加多的这个旅游方面的这个经济效应 所以其实当我们在看待经济效应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可以去忽略它的这个负面的这个影响 所以政府方面呢 应该不需要去盲目的这个追求这种大型的赛事 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到在几个月前呢 这个联邦的这个工运会 其实他们想要联系我国的这个体育部 去问他们是否愿意去承办这个工运会的 不过到最后我国的政府是拒绝了 所以其实在这些角度来看呢 除了经济效应成本也是很重要 是的 所以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要承办 体育赛事呢 理财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非常感谢凯军我们带来的精辈分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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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